大家好,我是清潜 如果我们想要打造一片紫色的花海 可以尝试种二月兰 坐标江西,二月兰的花期 大概是三月份到五月份左右 每一年的九到十月份播种 它是比较耐寒不耐热的一种草本的花卉 秋天当我们当地最高气温低于38度的时候 可以给它进行播种 播种完之后呢,上面覆盖浅浅的一层细土 土壤保持微润 一般一周左右的时间它就会发芽 它是属于繁殖能力特别强的 每年的五六月份花谢之后呢 它会接种子 成熟之后呢,种子会自行脱落 深秋到了适合发芽的气温呢 它会自行发芽 相对于其他的花卉呢 它是比较皮实好养的一种花卉 而且成片的种呢 出效果也是很好看的 如果我们家的庭院比较大 又想低成本的去维护它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种二月蓝 很省心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清浅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来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